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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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設計 喜歡拍照 直接的說 這些就不要買了 然後就是生產相機 你很有錢的嗎 你很喜歡拍照嗎 你很明白的 但你為什麼會生產這些相機 變成數碼呢 即是這部 其實 你說得對 我又不太有錢 但你剛才說了 設計師的思維 是很另類的 即是夠錢花就亂來的 只要有飯吃得飽 就開始亂想 所以 如果有男朋友 做設計師不要給他飽飯吃 否則他亂花錢 做些無聊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你不會用 鬧鐘 有了手機之後 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這些可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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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了手機之後 全部都用了手機 坦白說 我就因為沒有錢 賺到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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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跟你說 賣得很好的 但是因為 那個年代 開始用了手機 沒有人用鬧鐘 手機又準 這些鬧鐘 坦白說 都不太準 我記得後期有些電波時計 一個入文名叫電波時計 是啊 其實是類似FM收機 沒錯 它是很準的 每天叫做Synchronize一次 跟訊號每天調整個小時 挺有趣的 是啊 其實它叫電波時計 那是每天彈一個訊號 它就收到了 其實你可以看看生產商怎樣設計 當然不能無間段接收訊號 通常是對視收音機的頻率 沒錯 是啊 其實 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全世界有三個系統 香港和日本系統不同 原來香港也有的 有 當然有 我完全不知道 你不說不知道 你有沒有做過 我沒有做過 因為那些 其實 是流行了兩三年 是很短的 很短時間 因為就是 你準得過手機嗎 是啊 是不是 它用網絡拿時間 其實 你上網也有 你的手機是無間段拿的信號 其實 你不可能準得過 所以其實生意很差 當然要想求其他 我沒有 只懂設計和喜歡拍照 那就試試做相機 這個方向我都有想過 和人合作 是不是 你下次想到東西 你跟我合作 想到的 因為我幾年前的影片 和肥老時都出過一些新聞 出現過一個 四乘五機 變成一個影片 這個非常有趣 都是射到磨砂玻璃 拍攝 它不是磨砂玻璃的 你射到灰色的物體 再拍攝 太陽光再聚焦 變成在黑箱裡 好玩 再拍出來 有一個年輕人 就是這樣做的 幾年前我見到 他拿了很多獎 我都不斷想 我怎麼跟他做一件事 照他做 很困難 不如不去 現在我們就呼籲一下 掙扎一下 掙扎一下 所有觀眾 有什麼意見 可以留下 留下留言 我們 可以大家做些事 為香港出分力 是嗎 做香港相機 是呀 隨便在下面留言 你不是在做香港相機 首先你有了 做相機的想法 然後你 怎樣開始 其實你是不是已經做了 沒有 其實之前做過一部 八年前 七年前八年前 我不太記得 他很喜歡相機 做了一部數碼相機 迷你數碼相機 樣子 假裝保麗來樣子 那時候我記得 已經開始有 小朋友用的玩具相機 那時候還沒有 但是那時候 我真的開始流行 toy camera 就是數碼相機 開始玩具化 那時候做的 人們都說 你現在做相機 是不是傻 我說 我做另類的數碼相機 因為數碼相機 就容易做很多 相對非想相機 因為其實 它 即逢親電子東西 都很容易做的 反而不是電子東西 就是最難做的 機械東西 機械東西 對 即影即有相機的外形 那時候都賣了日本 在香港都賣得不錯 其實 就是開始 有人知道 原來香港有些傻佬 就去做相機 然後 就到Yasica這個項目 就開始 跟日本的相機業界 開始 connection多些 對 話說 當時 其實Yasica 其實都很有心 想做一部新的相機 現在 Colin 拿著那部 就是Yasica 最奇藍的相機 這部 就叫做 Eletro 35 其實 它是一個 我們叫這個 什麼相機 這個 是自動 快門的 摘影對焦相機 對 自動快門的摘影對焦相機 其實它是 如果我記得 它應該是第一個 是自動快門的 如果我忘記了 這部相機 其實 可能是三個快門而已 不是的 我們找資料報分給大家 是的 可以搜尋一下 Yasica 35 這部相機 其實全世界 這麼久以來 賣了800萬部 什麼 都會有香港人 神經病嗎 不神經病 全世界都有 不肯定 所以 全世界都有 對 所以這部相機 你看到 鏡頭的質素很漂亮 Yashica出名 是鏡頭漂亮 現在 其實二手都買到 沒有這部相機 這部相機 很多 整個相機都是 甚至有些人 專門買回來 工作的 都拆支鏡頭 因為它支鏡頭 真的很便宜 這部二手 五百至八百元 有支 1.7光 這部相機 挺漂亮的 對 真的 真的 Yashica有這部旗艦機 幾年前 它又再想出相機 所以轉接之間 我們有一個 common friend 就是一個攝影師 就是那條片的攝影師 對 你們之前都應該提過 對 加紅色 那條片的攝影師 跟Yashica說 你如果想要相機 可以找這個傻佬 找這個傻佬 這個傻佬 真的傻佬 那時候我又覺得 Yashica 我挺喜歡這個牌子 日本牌子 我很喜歡日本的自己本身 很有力氣地做這件事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就直接 他 說出一部相機 我整個計劃 已經做好 給他 即是本身是有 做相機的計劃 已經做了整個計劃 是我提出的 整個計劃 但你還沒有 Yashica 之前 其實我是認識了Yashica 他告訴我 想做相機 然後就開始 向那個方向 對 我那時候 我沒有收過 我跟他說 我很有興趣 我給你一些方案 我自己做了整個計劃 是 其實第一個 就是想做一部換鏡的相機 換得鏡頭的迷你相機 好像這部Yashica 35 那樣 很大 現在全部都很迷你 很便宜 想做一部小一點 可以換鏡 又不是Micro 4.3 我想再小一點 那 被Yashica 她說 換鏡頭的相機 整個街上都是 那 那 那一晚 我回家 又睡不著 設計師 被拒絕了 就很傷心 睡不著 動高床板 用了一晚的時間 就想了 這個 怪貴地做這個樣子 對 不過 就做了 這個 叫做 Digifilm的 那 又做了整個計劃 那 跟著 Yashica 就購買了 為什麼會購買呢 因為不換鏡頭就購買 因為 因為 換了什麼 其實沒有 外形 其實我們都是根據 Yashica 35 縮小 你看到是很像的 其實 很像 最主要 我們想 做一部 數碼相機 但是又有 菲林元素 在裡面 即是 入些菲林元素 對 入些假狗菲林 你們現在說的 那些 其實就希望 不是說 想騙人 不是 想有個感覺 就是 想 想 提醒 原來我們以前 例如拍菲林相機 入卷黑白 就是 正影的 黑白 入卷彩色 就是 正影彩色 其實我們想 拿這個感覺 當然 我們會把 數碼和菲林 兩樣融合 所以 這部是數碼相機 我覺得 有點低能 按鍵就可以了 你要這樣 因為我們經歷過 菲林相機 用數碼相機 挺方便 反過來 你的方向 就是一些 沒有用過菲林的人 令他有這個 是 其實我們的初衷 就是我的初衷 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 現在我們全部都用數碼相機 其實 我們之前說過 拍攝夜景 那些 拍一張夜景 我們事前要做很多事情 上次說了 所以我希望 現在 參與菲林相機的人 首先 要知道 原來 用了數碼相機 這個系統 先模擬一下 那個麻煩的事 就是剛才你說 其實很方便 做個setup 按個按鍵 為何要塞軟東西 進去 我們又要搞菲林 其實我們希望 帶回這個感覺 出來 即是 之後可能 再做其他事情 所以 所以 會做了這件事 我被人說 有些 很原始的原因 是的 因為其實 第一 就是 送客相機 其實你要找個位置 去做 其實都很困難 大廠都做了 Nikon 幾年前 Nikon Canon Panasonic Olympus 即是全部 Fuji 即是傻瓜機的市場 傻瓜機的市場 其實已經很飽和 但是 你去到 手機入侵之後 已經分了很多 簡直是 不會有人再用 傻瓜 即是沒有功能的 數碼相機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希望做到 怎樣跟手機有分 手機很方便 它什麼都幫你搞 我們就是喜歡搞些 麻煩東西出來 就是希望你有個過程 拍照 我們是希望這樣的 但之後 其實就是 好像 一般 無人控制的跑車 整個項目就失控了 失控也有原因的 說回日本 做這個項目 Yashiga買了之後 因為我知道Yashiga 是一個日本牌子 很有歷史的牌子 很有歷史的 那我就 飛了一個日本 我自費 我自己出錢 即是很貴 哇 整個飛機票不貴 你平時 打開頭等 貴一點 不是時間 那也是 因為你不是 跟日本人做事 我也經歷過的 他真的拒絕你 都用半天時間 是啊 你真的不知道他想什麼 沒錯 再加上 你用大翻譯 更不複雜 是啊 日本人 你正經做事 要大翻譯 我告訴你 日本人和香港人 做事 那個步伐 就等於什麼 就是數碼相機 和拍照相機 我們香港人 是數碼相機 拍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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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那個過程 我又認識了很多日本相機界的 敬人 大人物 包括日本相機博物館的管長 將來 阿康倫可能都可以提 講一下日本相機博物館 在哪裡 有什麼看 對 先說一半 這個貼紙 也很習慣 遲些跟大家說 遲些 阿康倫可能要講一下這個貼紙 就是 為什麼有這個貼紙 不是說你流 是說 整件事很流 其實 那件事是什麼 例如 我認識 Kickstarter 出現這部相機 哇 超級的東西 我很喜歡用的 當然 我們喜歡一些光學的東西 相機 即機系結構 或者電子 我都接觸過 機系的機壞 電子機都壞過 也很痛苦 我又恨 那為什麼你會 做到這件事 而且 好像很奇怪 就像家喉這樣說 按住快門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曝光 放手之後 不要動 那你有沒有去解釋一下 我真的 跟很多買了的網民 問一問 設計師 你究竟怎麼做 首先 現在再說 其實可能太遲了 因為首先 如果買了這部機 我看到的 應該會丟爛 當然是遲 如果當下 這樣拿來說 真的 你都不知道去哪 不過呢 這件事 很奇妙 怎樣認識到 Colin 然後才知道 原來我就是 搞這件事 那條 那條 我們條件出完之後 罵完之後 有個 排外的朋友 就說 不是我 我原來你 就是這樣 就相應了 所以 其實整個過程 為什麼 例如拍照 你會發覺 按鍵 好像有個 shutterlet 按鍵 按完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拍 那些事情 整個過程 因為我接了這個項目 其實我是幫Yushika做這個項目 那我的工作 是由 幾次開始 由concept 因為他購買了我的concept 那我就要幫他實現這件事 做眾籌 做些marketing的工作 要他真的生產出來 那我整個過程是真的要一部相機 生產到 去到市場 我才叫整個job完 其實 即是先有前收 先有前收 沒錯 都合理的 因為其實我做了一部相機 你想到而已 那也要做得到才行 如果你想到做不到 你負責任去到顧客手上 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也會覺得是的 我也會合理 那就可以了 我去到那裡 但是中間的過程 有些可能人事上高的事情 即是 這個世界 全世界都是這樣 是的 因為其實處理一件事 很簡單 處理人的關係 很複雜 其實 那裏面 產生了一些複雜的人事關係 在生產過程 其實我開始參與 真的落實去生產的時候 即是跟日資格的公司是合作的 是的 不只是你自己一個 那裏面去做事 不是 那裏面不是在我裏 其實是在日資格裏面的 我是佔我自己 即是當我做了一個項目 我收到某個價錢 是 完成了他會給我錢 那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你要決策的部分 可能沒什麼 其實最多我要 最初我決策的東西 是很多的 是 因為整件事我做 我才知道怎樣做 即是剛才說了 所有的機械我都很熟 其實 廠都很熟 其實 但是去到開發過程 即是開始準備生產的時候 因為某些人事上 可能是權力鬥爭 那些事情 就覺得 咦? 我不需要你這個神秘人 在這個過程中 就把我踢走 有沒有付錢 當然他亦都很合理 就說 我們現在自己做得好 不用你再參與了 當然 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已經做得好 給你錢 即是我做一個工作 爆數 爆數 我賺多了 那你夠了 我沒有的 我當做一個工作 即是 我見到都是這個 類似自己的親生仔 不過就寄養了別人 還沒有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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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說給你錢 就搞定 那我就收錢 但是在開發過程 我會知道很多事情 譬如快門的延誤 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多說一點點 未扔爛相機 未扔爛相機 聽完之後 你可能拍到漂亮照片 對 原來這部相機 其實如果你看Menu 它是有兩種快門模式 一種是自動快門 自動快門的姐姐說 它裡面會幫你擦光 擦完光 決定 那個快門是多少 當然它有光圈 它有光圈 其實是耳光圈 沒有騙人 當然這些機仔耳光圈 和大機耳光圈 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 另一個快門 它就叫做長時間曝光 其實不是長時間曝光 它是給一個一秒的曝光 即是自動曝光 即是一秒曝光 是的 如果我們拍慣相機 拍慣相機 拍慣相機的話 我們很清楚 應該有一個船樓 是告訴它 用什麼曝光 一定要的 其實是吧 就算到數碼相機 你用B塊門 你也要做設置 其實是 但是它裡面的人 某些人 又說 我不想要有那顆這樣的曝光 但是又要可以 知道 按鍵 即是幫你按照片的時候 要知道是一秒定自動曝光 他們想到一個什麼方法 是沒有很聰明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快門告訴它 是嗎 當然只有按鍵 不然就用一個快門 告訴它 這個想法很聰明 很聰明 但問題就是 所以 這個做法不是我們 一個正常的攝影師 和一個正常相機的操作方式 即是 按不放手 拍照 對 如果我們拍照很簡單 我們一按下去 就會開門的 其實 就算你開 用B塊門 長時間曝光 你不用Shotter 你其實也要按緊 開啟 然後放手就關 而它這個操作不是 因為它要認得 你究竟用自動快門 或是一秒 你首先按個按鍵 按緊 如果你按時間長過一秒 相機就會意識到 原來你想用一秒快門 即是 假設你按個快門 兩秒 然後放手 相機就會說 你按了兩秒 即是想長時間曝光 接著 就會開啟門一秒 然後關閉 即是短極都三秒 短極三秒 即是 你什麼時候開始拍照 是你放手的時候 開始拍照 哦 忘記說 放手不要動 那次是 因為其實 那時候我還不懂Colon 但我有追蹤它的頻道 我訂閱了 加上講這部影片 我當然要看它講什麼 即是 你們看完這些關於這部影片 所有看完 因為你真是清新華包 真的 所有看完 無論是外國的 日本的 所有都看完 那 所以呢 這部相機和一般相機的操作 你正常相機就是 按鍵的時候 開啟門 它這部不是 是放手的時候才開啟門 嗯 所以如果你要是 真的自動開啟門 你就要在按了指令之後 一秒內要放手 是 它就知道 咦 你是想用自動開啟門 但是它也是等你放手 才下部歌 沒錯 所以其實 為什麼拍照會蒙茶茶呢 因為我們正常 一放手 當拍完照 我們很多時候會動部機 所以其實就會 嘩 難怪藝術相機就是這樣 回來的 是啊 所以其實 我就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 當然 那時候已經離開了那個開發團隊 其實 但是其實 在工廠 我跟工廠有聯絡 工廠有跟我說這些事的時候 我說 喂 你們按住它 我覺得不可行 真的要把控制 告訴它是自動開啟門的 令到一按的時候就拍照 不可以有525的 因為其實 我們拍照這麼多年 都不可能是這樣 對呀 這個設計真的是 傻的 但是我又發現一種東西 喂 很多細節的東西 是不是你設計的 我認為這裡是古怪的 這個其實也有很多人問過 我記得你們 是哪些號碼呢 你們上次 我們這個機器不同 這裡有一個鏡頭號碼 其實你們上次問過 這是什麼號碼呢 有沒有那麼多的生產 其實這個呢 首先就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什麼 最號碼號碼 不是 其實這個碼號碼 正正就是 某些人的 特別日子 就是老闆 不是老闆 是的 不是老闆 不要入老闆 又不是你 不是我 是的 那寫來做什麼 就是劉慧記念 劉慧記念 就是劉慧記念 又不是老闆 又不是你 劉慧記念做什麼 我就不知道 是的 所以就這些 你看一下吧 其實裡面有八個數目字 是的 八個數目字 怎麼說 也不是 兩個人的特別東西 然後想到了 一對情侶的生日 嗯 應該也是 我不知道這些 這樣 所以就 這些全部都是廠商跟我說 發生這件事 我不在團隊裡 其實你是找了廠商 才去做其他事 是的 因為我找好工廠 其實他們自己選擇的 工廠都是 我找了幾間 給他們選擇 我不會參與 但是工廠都跟你認識的? 其實有些 我也要問人 因為我不可能認識這麼多 剛好他選了 高間廠你也認識的? 其實幾間廠都是我給他的 我告訴他 但是他們整個團隊 會去看工廠 最終他們做決定的 其實 我不會參與工廠 他們的報價 我不會參與 因為我的責任就是 幫他做設計 其實 但是工廠給錢 做價 那樣東西 是他們自己談的 喂 我又發現 這部機 是不是不同? 這部機和他們 我這部機? 好像感覺不同 那部機 是否實在一點? 喂 這個 我又玩過一些 膠機 玩一同朋友 這部膠機 為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特意加上去 就是要用拍片 拍片相片的感覺 拍片相片 其實每次都要拍片 每次拍完照 有個停留 我們的形容 有個呼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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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之後 拉一下 先呼吸 再拍第二張 這樣 我們想保留 拍片相片的元素 有很多設計 真的不錯 其實我這樣說 這件事 本身我都覺得 賣花棧花香 整體 例如外形 外觀 其實不是我的設計 我只是根據 最好賣的相機 縮小它 是 根據最好賣的相機 縮小它 就變成 這部相機 是的 所以其實外觀設計 我又不是做了很多功夫 是非常高的 你看一下頂部 也知道 其實頂部 全部都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說 有個假狗 搞非林 其實就是他們要求 想做回整個外觀 所以會是這樣的設計 我主要做 就是想想 數碼非林的概念 各樣東西 以及整個 市場的計劃 是怎樣做 到現在 其實坦白說 這部相機 當然是彈多一會 我也覺得 有少少可惜 其實 最主要 我覺得是 整件事 他們之後的定位 是有問題的 其實 我們最初 其實定位 都是一個類似 一個Toy Camera 不過是有些 Gimmick的Toy Camera 但是 經過眾籌的過程 我們 反應很好 經常都說 你騙了一千萬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官方 官方想 將價錢提升 那樣東西 但你價錢提升 的時候 在我的角度 我做設計的角度 我覺得 是要加一些 價錢 而不是 就這樣說 你受歡迎 就炒貴它 不是說這件事 但很可惜 每個人做生意 那個 處事方法不同 他們覺得 不是這樣 所以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 你說它 快門那裡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如果你說 除了快門外 我覺得整件事 是超過價錢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但你說 是否玩 其實 我也是說 好玩 其實 不過 我問心 問自己 我都不會用這個價錢 買的 又換它回來 是呀 因為這個價錢 會覺得 有些期望 在裡面 但你便宜一點 就當作玩 或者什麼心口 又用得 又被拍 又可以 這個其實最主要 都好像一個 裝飾品 你掛在胸口 其實 都可以的 我告訴你 我之後 這部機器出貨 我去日本 其實 有個 我真的在日本 東京街頭 看到一個日本人 掛在胸口 走在大街大巷 走 我覺得 其實它也挺欣賞 這部機 我告訴你 香港 我想沒有人敢掛出來 說真的 你說800萬部機 日本的機器 我應該都可能 200-300萬部 在日本本土 可能一半 對 譬如你 這麼好賣 在日本 這麼好賣 出了數碼機 都會追捧一下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會覺得 因為致敬之類 他們真的會覺得 日式假的 繼續出上機 我們之前 對呀 都是這樣的 應該 所以 整件事 有很多 裏面的故事 今天 可以終於解開一些謎底 對呀 那我們 圓機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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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